对于香港的通胀问题呢,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首先呢,就是香港呢,有一个联系的汇率 从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跟美国的货币进程呢 也影响到香港的这个港元的这个水平 还有呢,就是如果这个港元跟随美元呢下跌的话呢 当然呢,这会带来一个通胀的压力呢 因为香港有很多的产品呢,主要的比方说农产品呢 也是从这个内地进口的 如果就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也是等同于就是港元的 有一个继续上涨的这个情况呢 是没办法避免就是香港有一个比较大的通胀的压力的 因此呢,我觉得其实香港政府可以做的绝对是非常的小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做 当然呢,就是从这个房地产市场过去 他们也出了一些的措施 就是要控制整体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资产 带来着这个泡沫 不过就是这个泡沫呢 就是推出了那么多的措施之后 其实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呢,没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条件 也是呢,就是关系到这个对于房地产一个基本的需求 比方说今天新闻呢,就有一个内地的 他自己说他不是什么富豪 就是一些中等的家庭 不过就是来香港买了一个房子 三亿五千万港元 当然呢,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通胀扛定的是有机会继续加大了